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維鴻 今天已經是10月7號了 這部影片上傳的時候就會是10月8號星期天的早上 那這個禮拜是國慶連假 又加上上個禮拜 禮拜四的那個小犬颱風的那個連假 你們就只差一個禮拜五 就可以放滿了將近一個星期 我這樣算一算 從禮拜三晚上6點高雄宣布停班停課 那我們從禮拜四開始算好了 四然後六日一二 天啊 你們放了五天耶 那這五天其實對我這種吉他老師來說 算是非常傷的 因為我只要沒上課就沒有錢 不過沒關係 畢竟是國慶連假 這個時候我們大家早就都已經習慣了 假日的話學生通常都會請假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最主要是為大家帶來我上上上一部影片 上多久一部的影片我忘記了 那一部王冠牛肉麵我去吃那個 他的那個牛肉拌麵 對牛肉拌麵還有牛肉湯 那有些朋友就會私訊我說 那你為什麼沒有吃最主要人家的牛肉麵呢 所以今天我就點了牛肉麵然後來吃給大家看 那我之前我曾經也提過說就是 我為什麼後來我在這間王冠牛肉麵都吃牛肉拌麵的原因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啦 就是我忘記我是從國中還是哪時候開始 就是我就開始吃牛肉拌麵 結果沒有再吃牛肉麵 因為我個人就比較偏好牛肉拌麵嘛 那他其實還有一次是我在 他的牛肉麵的湯裡面吃到了一塊八角 那我個人就不太喜歡這種中藥的藥材 尤其是他沒有他可能沒有老板進 然後我那次我就不太喜歡那個味道 我就沒有再吃 不過今天去吃很明顯 他這個問題已經是改善很多了 那個味道 那個牛肉湯的味道也比較接近 現在牛肉拌麵湯的味道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進步 這部影片算是補足 我上次是王冠牛肉麵那一部影片 那下一次我也會來為大家介紹 大牛牛肉麵的紅燒牛肉麵 其實以一個吉他老師來講 我覺得我算是很不合格的 因為我上一次換我的木吉他的旋 也就是我這一直拿來教學的那一把吉他的旋 已經是2019年的事情了 因為那時候有一間音樂教室 他要辦一個音樂就是成果發表會 然後我參加那個成果發表會 所以我就拿一次表演前換旋而已 那時隔多年對我一套旋用那麼久 我也因為用的是防袖旋也沒有生鏽 然後也沒有斷掉 我其實旋都已經買好 我一直很想要換 我都是用這個品牌的旋 這個品牌我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雖然他的聲音我個人覺得還好 但是因為他很耐用很持久 很適合我這種很懶惰的人 我已經買好從7月就買好 然後買到現在我一直沒有時間去換 應該說是懶得換 然後我一直想說想要拍一部就是換木吉他的選的教學 那就一直延宕延宕延宕到現在一直沒有拍 不過最近也會找時間拍的 這個禮拜本來我自己準備的題材是要在 我們那個就是我工作的那個小榜YAMAHA 我會放在放上Google地圖 然後還有他的粉絲專頁 就希望大家請大家多捧場幫忙點讚 因為最近他的粉絲專頁也是我在幫忙打理 那換句話說我就是這個粉絲專頁的小編 那這個這個我本來今天想要在那間 YAMAHA對面對面的對我是YAMAHA的老師 那對面他有一間羊肉爐吃他的羊肉燴飯 然後跟大家介紹他的羊肉燴飯跟他的湯 因為真的很好吃 然後再從那邊去拍這個YAMAHA在對面 可是因為小犬颱風來襲打亂了我的計畫 我本來是計畫禮拜三吃晚餐的時候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小犬颱風禮拜三六點就宣布了颱風假 然後我就我就回家 因為YAMAHA它是配合政府的法令 所以YAMAHA只要宣布 就是政府只要宣布 颱風天停班停課 YAMAHA也會跟著停班停課 通常通常是這樣子 所以因為誰叫做它是政府認證合格的音樂補習班 它不像是有些樂器行它可能沒有補習班的牌照 所以它比較不會去遵守這些規則 OK那廢話不多說啦 今天我去的這個牛肉麵就是網關牛肉麵 它就是我上次沒有去的那一間 我上次去的是靠近鳳山火車站那一間 這次我去的是靠近就是富有館 就是富有館對面那一間 也就是靠近鳳山加樂府的那一間 我也一樣也會把Google的地圖放上來 那等一下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進度影片 今天因為吃了這一頓午餐之後 我晚上就沒有那麼早餓 我其實食量也沒有很大 所以說我拖到 我一直拖到晚上八九點下課之後 我才想到說我還沒吃晚餐 所以我的晚餐呢也是吃了麥當勞 那這個麥當勞 我都會跟他要胡椒粉 那前幾天前一陣子不是也有人 因為要要胡椒粉然後鬧上新聞嗎 其實其實我蠻贊同麥當勞 就是他們限制這個 限制這個調味料的那個 幾包幾包的這個量的這個政策 因為很多人拿了調味料的確是不會吃 然後就會丟掉 可是呢我覺得他也限制的太 把他那個量限制的太少了吧 所以對我而言我是有點不太夠用 那我們就廢話不囉嗦 就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那中秋節也過了 雙十國慶也過了 很多人就要準備進入考試了 祝大家考試都順利 然後要加油 要很努力的去考出一個好成績 最重要的是廉價愉快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影片吧 今天來吃這個王冠牛肉麵 上一次是吃靠近鳳山火車站的那一間 今天來這個富有板這邊這邊 後面的那個富有板 這間比較大的 然後我今天吃一般的牛肉麵 因為上次是吃牛肉拌麵 就是好像也有人給我反應 就是沒有介紹到一般的牛肉麵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吃一般的牛肉麵 他大碗120塊 跟牛肉拌麵一樣的價錢 非常大碗 雖然還沒上菜 我現在在董事長 那他店裡的空間也非常的廣大 他給大家看看 這是他整個店裡的空間 然後他也開在那邊 後面是他的廚房 這個非常大 對面就是富有館 這是我的摩托車 這是我的吉他 對面富有館 我小時候常帶我來這件事 小時候都會做那種比較大的 這個時候這個時間點 客人通常很 這是我的生日 還沒上菜 前幾天那個小犬颱風來 應該是 就是中秋節過後 正常來講 應該就會變得比較涼爽一點 但是大家看外面這個大碳 就知道我早上去門去上課的時候 到底有多幸福 那小犬颱風來呢 讓我 讓你們這個 中 中十節廉價放得更快 就去放得好幾天 看要怎麼的小菜來 謝謝喔 謝謝 謝謝 OK OK 對啊 沒錯 這是我今天 叫的小菜 因為 我上次 那個 五大廠 叫了 叫了兩兩 實在太多 所以今天我少叫 一兩 只叫一兩而已 好吃不完 然後我只用青椒牛 等下麵灰上來 我剛剛說到哪裡 就是前幾天那個小犬颱風 它雖然沒有讓高雄 雨很大 但是高雄的風 的確是非常的大 大到我在外面騎摩托車 都有點讚不 那這一次的小犬颱風呢 讓大家的國慶連假 雙十連假 應該都是放得非常快的 因為 連續放那麼多天 如果 如果說 禮拜五那天 還是繼續放假的話 你看你們就放了 四 六 一 四 六 日 一 二 哇 七天耶 擠得太多了 七天嘛 四 六 一 二 六天了 也是接近一個禮拜 這快樂的颱風 這樣 不過 按照正常的 正常的邏輯來看 就是正常的 以往的經驗來看 其實中秋節的前後 都會下雨 然後也會 偶爾也會有颱風 正常來講 不過 事實上 中秋節之後 本來就是會變涼 就是二次節氣裡面 其中一個 那因為 因為我上次已經介紹 過後這邊的菜單 所以 我今天就不特別再介紹了 就是大家有興趣可以 直接看我上次那一部 王冠牛肉麵的影片 不過上次有一點比較可惜就是 就是我的封面好像做得沒有很好 所以 這一次 我是不是該好好的把影片的封面做好 算了晚上接影片都在看心情吧 牛肉麵上菜 就是這邊的牛肉麵 很大碗 這是我的手 大碗 然後還有 因為 就是 禮拜六早上會很早前跑 來吃 早餐 上課吃早餐 因為我禮拜六很早就要上課 所以我在吃早餐 就是吃完早餐之後 通常都會沒什麼 沒什麼味道 所以說 就是 午餐就會吃得上課 那 如果說我要開高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後 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可是我好幾年沒有吃這一間的牛肉麵 因為我來這邊都吃牛肉拌麵 它的那個麵 這是紅燒的湯 然後它的牛肉 跟牛肉拌麵的湯 牛肉拌麵的牛肉好像有點不一樣 但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這是湯麵 所以看起來就會 就比較 顏色比較沒有那麼深 不免俗的 在吃這個牛肉麵之前 我要先喝一口它的湯 因為我說過牛肉麵的靈魂 就是它的湯 對 我好久沒喝它的湯 很好喝 它的中藥味還是 它的中藥味比較沒有那麼重 這個湯的味道 已經變得比較偏向以前 牛肉拌麵 就是牛肉 就是我上次吃那個牛肉拌麵的那個湯的味道 它以前的中藥味沒有那麼重 現在 比較還好 比較沒有那麼重 可是它自己有稍微改進過 一家店會 爭取進步 就是非常重要 還是麵還是很高 麵非常的多 它根本不怕你吃 那麼多的麵 我好餓 像那種 它這種麵 它一定要選用 可以吸附這個湯匙的 做同燒的湯頭麵 然後仔細看就是麵上面 還會有一些那種 就是它牛肉湯的那個 一些渣 正棒 很棒的麵 下次我也要去再拍一次大牛牛肉麵的紅燒牛肉麵 跟三個湯 因為 其實我不可能每一部影片 就是 就是每次都拍一部新的影片來 來介紹它每一道新的菜 因為我根本一次都吃不完那麼多 像今天 上次我講它的蛋花湯很厲害 可是今天 我也沒有那麼多的 沒有那麼多的食量來 多喝一碗蛋花湯 所以可能要留到下次再介紹 然後吃它這個豆瓣 我還是喜歡那種現切現的 超級好吃的 非常推薦的大腸桶 上次就已經推薦了 這一次 我叫了一兩 因為 今天有吃早餐 所以吃非常好多 很好吃啊 來嗑一塊牛肉 我先隨便夾一塊好了 這塊牛肉大家看 非常的大塊 非常大塊 沒有 很Juicy的感覺 這種牛肉 我要吃喔 我是說過這間店 就是入口即化的牛肉的代表 我上次已經說過 放到嘴巴裡面 根本就不用多餘的講 它就可以直接融化在你嘴巴裡面 牛肉的香氣就直接爆炸 爆炸你的嘴巴 我覺得我這樣吃下來 我還是不喜歡牛肉拌麵 不過說真的 它牛肉麵也是非常經典 非常好吃 大概在小學 應該在國中一年級之前 我爸每次帶我來我都吃牛肉麵 可是後來我就改吃牛肉拌麵 轉變的七七是什麼 我忘了 真的忘了 好像有一次是在它的湯裡面吃到一顆八角吧 然後我後來就決定 我以後只要吃牛肉拌麵就好 這間店充滿了我的童年回憶 人家是 餓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 我姊姊 帶我來這邊 買麵 就是我姊姊大我五歲 那時候她讀高中吧 海國中我忘記了 我有記得那時候我還國小 然後 我們兩個 就是我姊姊騎腳踏車 帶我來這邊買麵 然後我在切滷菜的時候 我姊姊就說 因為她沒有帶很多錢 所以 不能夠像 就是我們全家人 我爸爸帶我們來吃麵 這樣就切一大堆 然後後來 我那一次我就覺得 有一種失落 之後就決定 要好好努力 雖然現在還是沒有賺很多錢 但是至少 吃個麵還吃得起 它的麵真的很多 調味也非常棒 它不算是很清淡那一種 但是就是很有 很夠味的那一種 我覺得這間跟那個大牛牛肉 真的是沒辦法比較 因為 因為這真的是沒辦法比較 完全是不同的方向 又夾了一塊牛肉 大家看看 這個牛肉真的 上面還有一些筋喔 還有一些 油脂 一口魚齁 嗯 連嚼都不用嚼 我應該要專心來應付這一碗麵 不過我還是想先吃一點小菜 因為我覺得這個小菜就是 吃一碗麵 最棒的享受 今天還是沒有加辣椒 我只會加一般的辛醬 那小菜其實有得很棒 它其實沒有提供 就是一般的正常的這個餐具 只是我個人習慣不用麵食餐 畢竟 之前因為一行的關係 不過大家放心 他店裡的餐具都有用紅白醬 紅白醬 也就是清潔過 所以他的衛生是很好的 我現在又要夾一塊肉 剩下這兩塊都是 有點半斤半肉的那種 我先把這塊夾起來好了 就半斤半肉 這個就是筋 這個 有沒有 牛筋的感覺 這種半斤半肉的牛肉麵 他通常就是在這種 牛筋麵裡面 但是這種 剛進入他 半斤半肉的牛肉麵 半斤半肉的這種肉 最好吃 而且他都用 他弄得非常 適合實化的 那就 我先不用多嚼 還是融化 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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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 這牛肉是很重要的 到底該不該把最後一塊牛肉吃完 好意猶未盡的感覺 它牛肉其實有很多 我現在其實已經吃了一碗 整體的份量非常的 有很多 像魚肉爆竹感 如果是怕胖的人 會有罪惡感 大概這個 粥感 這樣吃完我是不是 晚上會上課的時候 就不用吃晚餐了 因為今天為了拍些部影片 多吃了一餐 這樣吧 這真的很好吃 它湯裡會有不住過喝的地方 但是它畢竟牛肉麵的湯喔 還是跟牛肉拌麵的湯味道是不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 應該這樣講好了 它牛肉麵的湯 它不能夠做得像牛肉拌麵的湯那麼熟 要不然人家會吃不下去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調整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大家會發現牛肉拌麵的湯 顏色會比較深一點 這個湯會比較淺一點 可能就是醬油沒有加那麼多 我自己推測是這樣 最後一塊牛肉 超棒的 看起來很棒吧 一口幾塊的牛肉 這一點點 好吃到讓你會上一點 我感覺好美 所以我麵已經吃到這個吃完了 我現在要來處理我的小菜 我沒有把湯喝完 是因為我剛剛說過我今天有吃早餐 很容易飽 通常禮拜六我都是吃早餐跟晚餐而已 因為我中間上課 然後我早餐吃完我就會飽到中午 下午就直接吃晚餐 太容易飽了 所以今天這餐是為了拍影片特別拍的 重餐跟大腸 人家常說如果你想減肥的話 這種大腸不要常吃 因為它裡面脂肪很多 都不管它 這樣我心裡就會覺得 你有在正常活動 你吃多少都沒關係 那 事情是這樣 我本來想要 今天的內容是想要拍 我們那個YAMAHA對面的那個一間 羊肉的 羊肉烏飯 羊肉爐的店 但是 因為 小犬颱風來攪決的關係 我本來是打算禮拜三去拍 因為禮拜三我有一個空檔的時間 可以剛好去拍一個晚餐時間 但禮拜三晚上六點就宣布 颱風警報 所以那天 我沒有到外面吃晚餐 我直接回家 所以那天 本來預計好要拍那個羊肉 羊肉的 羊肉烏飯 然後再拍我們那個店的門口 就因此做吧 不過下次有機會吧 應該下禮拜或下下禮拜 會拍吧 會拍吧 因為 心裡有很多企劃 那 今天來這裡算是馬上是 只有介紹牛肉翻面的這個遺憾 給添薄 二禮拜堂真的非常好吃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但牛肉也是絕 各位可以來這裡好好享受 對 附在一起 剛剛我前面那一桌的拇指 好像在吵架 我有點不好意思拍啊 可是我沒有排到他們 嗯 我只是排店內景 所以有時候不然就少到他們 這樣子 一碗 這樣一碗一百盒 然後我的小菜 四十五塊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五次這樣 很棒嗎 嗯 最後一個 嗯 真的太好吃了 來拍一下我的口碗盤 我說過我是一個不會浪費食物 這是麵 剩下湯我真的喝不完 因為今天 剛剛吃早餐有點飽 這個是小菜 還有醬油 醬油味還不完 這是我的水 OK 那吃飽了 我要去 接下來要去上下午的課 太好吃了 一百六十五塊 漁場 讓你非常飽 這也是王冠牛肉麵的 王冠牛肉麵的 富有館的那一間店 拍一下 我後面這個就是富有館 後面這個 這個就是富有館 然後它旁邊可以停車 再過去一點就縫中了 等一下再拍 特別拍給大家看 因為太陽真的很大 拍一下它的早跑 就好拍到吧 今天太陽真的很大 今天太陽真的很大 大到我眼睛睜不開了 昨天還下雨 下了一點 根本就沒有 除了風大一點之外 根本就沒有什麼颱風的牌 最後就是富有館 然後那邊就是鳳中 所以這台文件路 跟那個光復路 這一條應該是光復路吧 這是它的招牌 王冠牛肉麵 然後它旁邊有一間裝球館 還有福特的維修東西 它這一排幾乎都是賣車的 那那邊就是佳樂福了 鳳山的佳樂福 其實還蠻方便的 小時候常來富有館玩 都會來這邊 進去裡面打撞球啊 打籃球什麼的 它有突出版 然後長大以後就比較 比較少來了啦 那有些活動都會在這邊辦 富有館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鳳中也不錯 高雄的前級支援 鳳山高中 那藍天白雲的 我現在要去上下午的課 這是我的吉他 那我的水湖剛剛已經放到車廂了 它營業到下午兩點半 所以我算是趕上它 就是最後面還有Soccer的時間 今天吃的是牛肉麵 牛肉麵 我還是比較喜歡牛肉麵 就是 不算是補充我上上上一部影片吧 我會把影片的剪輯放在這邊 大概也會放上他們的豬肉麵 OK 這是現在最夯的七龍豬的感覺 我不是為了這個來買麥當勞 我是真的肚子餓 所以才來買麥當勞 孫悟空 孫悟空 超級賽的 然後這個是 孫悟空的飲料杯 因為中午吃的牛肉麵 所以晚餐不知道吃的 阿又太晚下課了 所以就買了麥當勞 剛剛買這個 這袋子 這一面是那個神龍 神龍 集滿七顆龍珠 就會出現的神龍 它出現會實現你一個願望 然後這一面就是那個孫悟空 變超級賽亞人的樣子 所以 神龍請實現我的願望 我想要變成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神龍 恩 好 它答應我的願望了 希望明天醒來我就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所以晚餐買了麥當勞 所以我一向都只買 就是它的那個 雙粉牛肉 起司漢堡的餐 然後我明明跟他說我不要 番茄醬 我就要胡椒粉給我多一點 可是他就很堅持 一次結帳 只能給我 五包 最多五包的胡椒 然後我都買這個 集市漢堡的餐 然後我都不要 我都其實 講簡單一點就是我只要牛肉跟 麵包還有 碳堡還有起司 那我明明就說了我不要胡椒粉 那我 還會用甜心卡再加購一個 就六塊雞 因為我就怕我自己吃不飽了 那 薯條 加購六塊雞 我就會送一個小包的薯條 這樣子通常我就已經很飽了 因為下課時間這麼晚了 也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飲料的話 也沒有什麼特別想喝了 那我吃這個漢堡的時候 我通常都打開這個漢堡 然後我 會 再打開這個 看麵包 然後在裡面加滿胡椒粉 這個時候我就要花掉兩包了吧 所以我覺得他 要給人家那個胡椒粉的扣打應該要 應該要多一點 但是 我覺得他的這個規定是正確的啦 因為 畢竟齁 畢竟有些人他就不用 然後拿來也是丟掉 這也是浪費啊 可是我明明 我很在意就是我明明跟他講說 我不要 我不要那個 番茄醬了 他還是給我 兩包的番茄醬 那我裡面他這兩包換成胡椒粉給我 你看我胡椒粉就會加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直接這樣弄起來 那我偶爾會在裡面加一些薯條來吃 這樣 好啦我要開動了 這是我的晚餐 這個 麥當勞晚餐 被咬下去的時候 切記切記不要吸氣 要不然就會像我一樣嗆到 你會在裡面加個薯條 這樣直接吃 這是我的 獨家的吃法 剛被嗆到還沒好 不過麥當勞的漢堡變小了 但那雙層牛肉看起來跟一層差不多 現在麥當勞其實已經不是以前的麥當勞 我都沒關係啦 也不是常吃 菜常吃對身體也不好 年紀大了喔 有時候也沒辦法 常接受這種油炸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剛好就好 我吃這一餐 也只是為了填飽肚子而已 不是嗎 我今天午餐吃牛肉麵 然後晚餐太晚吃了 我本來去上課的時候想要吃個便當什麼的 可是 就是便當店都沒有開 可能國際女人假吧 所以我就拖到很晚就沒有吃 一時之間不知道吃什麼 然後腦袋就像斷線的一樣 就上完課之後才想到 啊原來我肚子餓 我就是這樣常會忘記吃飯 有時候忙起來會忘記吃飯 所以以前老師常常會 罵我說 忘記寫功課 那你會不會忘記吃飯 你會忘記睡覺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會忘記吃飯 忘記睡覺 那種人 其實是真的 我麥當勞 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你可以得到很快就有飽足感 可是2-2很快 然後也很容易發胖 哈哈 就是最大的缺點 可是好吃 麥當勞是真的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 至少我在美國吃的麥當勞 還有在日本吃的麥當勞 都真的非常好吃 美國吃的麥當勞 那個漢堡超大的 我有點記得 那漢堡不是你一張口 都可以放進嘴巴 是你要分好幾層 這樣子 然後 當然美國的麥當勞也很貴啊 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很小吧 12-3歲的時候 開一個快樂的同餐 開一個快樂的同餐 然後 就要多少 十幾塊美金了 然後 那時候美金比台幣 好像是1-30還1-25 我忘記了 然後有送玩具 賣到那個漢堡是 台灣的漢堡兩倍大 當然價錢也是兩倍 漢堡吃完了 接下來是克薯條的時候 這個薯條我一定會再用兩包胡椒粉 然後這個雞塊我一定也會再用兩包胡椒粉 所以五包根本不夠嘛 我覺得應該是說齁 你買了多少東西 然後 你想要用多少的 用多少的什麼 胡椒粉什麼的 像我用胡椒粉我就不用番茄醬啦 唉我還是很在意 不夠算的 讚 你看 雞塊 前幾天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 現在麥當勞的雞塊 跟以前比 好像小了一圈 然後味道也不一樣 拜託我現在麥當勞什麼東西 都嘛比以前小很多 漢堡 光漢堡就比以前小不知道幾倍了 不是嗎 好啊 所以就我已經快要吃完了 然後我在拿到這個七龍珠的袋子 的時候 難道我應該要 把那個吉他拿起來 然後彈一首 那個 七龍珠的主題曲嗎 那種 那一首嘛 我才不要 我才不要被版權警告 版權生命 每次遇到這種事情 我都要 再重新弄影片 很累 你知道那種 晚上在做影片 然後做一做 然後影片上傳 等了很久 上傳上去之後 然後他就在那邊跟你講 等一下我會殺一隻蚊子 殺了一隻蚊子 在這裡 好 好 剛剛說到哪裡 就你知道每次晚上 做一做影片 然後很晚的 你影片上傳 上傳到最後 等到最後面 然後到最後 啊 終於上傳成功 他就告訴你 不好意思喔 你這個有版權警告 版權生命 怎樣符合 不符合版權 然後你要在那邊喬 重新編輯你的影片 那我多煩 你知道嗎 嗯 今天這部影片最主要就是 帶大家去吃上次那個網罐牛肉麵 還沒有吃過的那個 叫什麼啊 紅燒牛肉麵 不好意思 我上次整天課 嚐到有點 頓頓的 然後 也祝大家 我親日愉快啊 那 我已經吃完了 全部吃完了 胡椒也全部用完了 剩下兩包番茄醬冰起來 下次我媽要炒番茄炒蛋的時候 那來用吧 好啦 那我先這樣喔 那今天 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我是謝偉紅 大家晚安囉 掰掰囉 祝大家國慶 國慶年假愉快 掰掰 大家晚安 掰掰囉